一今年是我和程燕结婚的第七年 她却忘记了我们曾经的诺言 任由其他女人欺辱到我头上 她不愿意转账给我治病 抱着楚楚可怜的小青梅 用最尖刺的话语戳进我的内心 不过没关系 我已经决定和她离婚 因为我没几天时间了 情况就是这样的 您去那边缴费就行 医生匆匆塞给我一张诊断报告单 就忙着接待下一个病人 只剩下我一个人呆呆地盯着诊断书上的字 我下意识拨通程燕的电话 等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接通了 还没听到她的声音 就先听到一个娇软的女生不停轻喘着 听到电话之后语气称怪地撒着娇 阿燕 是谁啊 怎么在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 程燕安抚了 她好一会才想起来 我还在电话这头 她的声音里充满着不耐烦和疲惫 林婉 你又怎么了 不是和你说了我在工作吗 你一天到晚在家里就没事做吗 这个月的钱 你还没有打给我 我深呼吸假装不在意 云淡风轻地说道 程燕冷笑一声 你愿意和我离婚 钱有的是 谁让你死气白赖的 非要留在我身边 程燕 你现在先打一万给我 我生病了 要交治疗费用 我看着卡里根本不够交治疗费用的余额 叹了口气 你打给我 我回去就签字 林婉 你交什么治疗费用 程燕的语气 只紧张了不到三秒 就变成无尽的讥讽 是不是去治脑子啊 你是该去看看医生 那边的女生也轻声笑起来 然后小声道 阿燕 别理她了 我们还有证事要做呢 甜甜的女生低语了几句 程燕嘀嘀地闷哼了一声 快速挂断了电话 我细以为常地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自嘲得扯了扯嘴角 却根本笑不出来 看着银行卡的余额 身无分文 治疗费用还等着我交 我不得不往程燕公司的方向走去 看着电梯一层一层往上走 我把检查报告放进包里 深吸了一口气 敲开了程燕办公室的门 程燕不在 只有一个娇俏动人的女人 坐在她的座位上 调笑着看着我 眼里近视不屑 程太太 您怎么有空来我们这里 我认得她 清清 她是和程燕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是婚前不停缠着程燕的追求者 是刚刚电话那边的娇软女生 也是介入我和程燕婚姻的第三者 我没接她的话 只是淡淡地说 今天让程燕回家 晴晴翘着二郎腿 坐在程燕专属的办公椅上 自下而上轻蔑地看向我 阿燕不愿意回家 我也没办法 我刚想再说些什么 却看到晴晴瞬间收起鄙夷的身色 换上我见游怜的表情 眼急手快地 把桌上的茶水泼在自己身上 她楚楚可怜地咬着嘴唇 看向我的身后 阿燕 我不知道婉婉姐为什么要这样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没回头看 只听到程燕怒气冲冲地开门闯进来 勃然大怒地拿起桌上的茶壶 就往我身上泼 我衣服穿得不薄 但也挡不住还没放凉的茶水 滚烫的茶水 溅到我手臂上和腿上 大片大片火辣辣的疼 你现在长本事了 我是不是和你说过 不许找青青的麻烦 我慢条思理 拿纸巾擦身上的水渍 冷笑着说 她都做小三了 还没做好被找麻烦的准备吗 程燕的眼神里的怒火 几乎要把我的皮肤灼伤 我看着她生气的样子 有些恍惚 我总是看着她生气 弃喜欢我追我的男生 没有分寸 弃我工作中的同事 给我屎半子 弃我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但这次 她是为了其他的女人 怒不可恶地直击我的软肋 情情家庭幸福 所以乖巧又懂事 哪里像你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的性格 所以 你身边的人才会 全都抛弃你 我才会厌恶你 你就等着吧 你不好好讨好我 以后你死了 我看都没人给你收尸 而我的心里 就像被细心秘密的小针扎进来一样 刺痛 我极力掩饰住脸色的苍白 高高扬起巴掌 狠狠挥了下去 啪 我的父母 在我六岁的时候 生下了弟弟 弟弟一天天长大 他不喜欢我 所以 父母愿意不远万里 来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毅然决然地 把我随便丢到了一家孤儿院门口 扬长而去 曾经的程彦 听着我讲述这些往事 一向傲娇毒舌的他 第一次沉默寡言 他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 把我揽进怀里 用沙哑的声音 一遍遍安慰我 晚晚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以后有我爱你 是他们没眼光 我的晚晚 是全世界最好的女孩 而现在的程彦 却能毫不犹豫地 用刀一样的言语 扎进我曾经 展现给他的最脆弱的软肋 其实他也没说错 我确实快死了 在这个世界上 我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没有爱人 不出意外的话 真的没有人给我收拾 我默默把这件事情 记在了心里 到时候 我要花一笔钱 提前安排好人 把我的骨灰好好安置 我顿时失去了 和他斗气的力气 轻轻地掏出离婚协议书 签字吧 我看着琴琴 心疼地抚摸着程彦 刚刚被我打过的那边脸 冷冷一笑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钱 程彦的表情 在看到离婚协议书的瞬间 有几秒的凝滞 什么意思 他愣了将近半分钟 才缓缓吐出四个字 我不屑地翻了一个白眼 离婚协议书 看不懂吗 我只要钱 家里的房子车子公司股份 我都不要 其实家里的房子车子 和公司的股份 我也没资格要 这些东西都是程彦的 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身边所有的亲人和朋友 都千叮咛万叮嘱 让他一定要签婚前协议 程彦拉着我的手 笑眼弯弯 我的东西就是婉婉的东西 就算他把这些东西全拿走 我也心甘情愿 现在要离婚 我也要死了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只是枷锁 我只想多要点钱 也不用太多 够我安排好自己的后事 再做一些一直想做的事就行了 程彦犹豫不决 疑惑又探究地 看向我脸上的表情变化 直到琴琴轻轻轻扯了扯他的衣角 他才如大梦初醒一般签下名字 行 你要的钱 晚点我给你打到账户上 以后别再让我看到 你来找琴琴 都离婚了 谁还稀罕来这里 我和你 老死不相往来 我深深地看了程彦一眼 直接去民政局吧 然后我去家里收拾东西就走 我一天都不想再见到你 写完名字后 我盖上笔 看了一眼手挽住手的程彦和琴琴 转身就走 他们看起来般配极了 就像我第一次见他们一样 曾经的程彦 经常被这家里人 跑来孤儿院找我 偷偷地翻墙进来 又带着我翻出去 他站在墙下面 笑得肆意张扬 晚晚 跳下来 我能接住你 等我们越来越熟 他就直接扔一颗石头进来 然后在墙下等着我跳出去 每一次 他都能接住我 他第一次扔石头的那次 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琴琴 他和孤儿院的女孩子都不一样 穿着漂亮的公主裙 肌肤白皙柔嫩 似乎吹弹可破 大大的眼睛里 竟是不安事事的单种 看起来 简直像童话书里的公主 我低头看看自己灰扑扑的衣服 破破烂烂的鞋子 偷偷地因为在孤儿院帮忙做事 而长满茧子的手缩在身后 程彦却温柔地牵起我的手 兴高采烈地对着琴琴说 怎么样 她是不是很漂亮 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子 三我看着手里的离婚证 等我回过神来 出租车已经开到了家里 刚下车 我就感觉喉咙涌上一阵心田 便下意识蹲在了家门口 想先缓一缓再进去 哟 怎么 后悔和阿燕离婚了 我抬起头寻找声音的源头 看到来人之后 冷冷一笑 秦小姐 我和程彦今天离婚 最晚你们也要明天才能结婚吧 就这么着急上位吗 秦秦精心化过妆 整个人美艳不可方物 不用照镜子 我也知道 和她比起来 现在的我 肯定是狼狈不堪 真可怜 以前还以为 阿燕有多爱你 原来也不过如此 不过我早就知道了 我和你 我才是那个 更适合阿燕的人 对你 她不过是一时兴趣 我拼尽全力 狠狠给了眼前 这个恶心的女人一巴掌 什么时候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 也能站在道德制高点说话了 再多说一句话 我就多给你一巴掌 好好看好你的诚验吧 听你描述 她还不如一只狗来的忠诚 希望对你 她不是一时兴趣 林婉 程燕冲上前来 把琴琴护在身后 琴琴适时地露出了依赖的表情 我看着周景彦愤怒的眼睛 只感觉胃里一阵翻滚 走吧 进去收拾东西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两个恶心的人 在我跟前一秒 林婉 你别比我在这种时候还要跟你吵架 你凭什么打琴琴啊 程燕面色沉沉 狠狠抓起我的手 我被猛的一拉 胃里翻腾的感觉更胜 喉咙一阵心甜 嘴里的血一时没忍住 随着咳嗽一起喷涌出来 咳咳咳 我用轻轻拍打着自己的心口 从裤子口袋里掏出纸巾 感觉到另一只被程燕抓着的手慢慢松开 你怎么吐血了 程燕急切地浮上我的肩膀 眼里满是震惊 我甚至在她眼睛里看到了 我已经很久都没见过的担心 我没理会 一把推开她 站稳平复呼吸 静止走进了家 这个家 是我和程燕 住了足足七年的家 客厅的家具 是我们一起去挑的 卧室墙壁的颜色 是我们一起去选的 房子的水晶吊灯 是我们一直喜欢的 这个家里所有的所有 都掺杂着七年前的灵婉 和程燕满溢出来的爱意 我从床底下抽出一个箱子 开始整理房间的东西 我们刚结婚那段时间 我最喜欢和程燕躺在卧室里 卧室的床又大又软 我们经常会躺在一起 用投影仪看电影 用Switch打游戏 或者是翻两本书头 靠着头安静地看 甚至有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做 只是两个人待在一起 就觉得很幸福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呢 我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 结婚后第五年 她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看向我的眼神爱意越来越淡 提起情情的次数 越来越多 去年 她搬出了我们的卧室 甚至几个月也不回一次嫁 从小的生长环境 造就我不是服软的性格 也和她降着 等到程燕再次回来 就是和我提离婚的事情 她不敢看我的眼睛 低着头小声地说 晚晚 我们离婚吧 我和秦秦发生关系了 她哭着要我给她一个名分 你知道的 我没办法拒绝 我得给她一个家 我不记得 她还说了什么 我只记得我一直沉默 然后默默地摇着头 挤出两个字 不要 我还记得我 当时在心里想着 程燕 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十二年前 你在墙下面接住了我 说会永远给我依靠和安全感 十年前 你拉着我的手 在海边和我表白的时候 和我说会给我一个家 七年前 你带着我见家人朋友 说一定要给我一个名分 现在 这些你都要全部收回 然后给其他人吗 我打开一个有些眼熟的盒子 脑子里却想不起来 这是什么 我轻轻地打开 却看见里面躺着一堆漂亮的小钻戒 和一只闪亮的大钻戒 那对小钻戒我记得 是结婚前 我和程燕的情侣对见 那时候 她赚到第一桶金 兴致勃勃地去买了一堆戒指 上面只有一颗小小的钻石 程燕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 郑重其事地说 晚晚 你放心 以后结婚的时候 我一定给你换一个超大钻的 后来结婚的时候 她遵守莫言 专门为我们结婚 定制了一对又大又闪的钻石戒指 她一脸骄傲地半跪在地上 轻柔地给我戴上戒指 晚晚 我说到做到 晚晚 你愿意嫁给我吗 晚晚 我爱你 以后我要把这个戒指焊在手上 再也不摘下来 可是在两年前 她就默默地摘下了戒指 不知道被她随手丢在了哪里 我不愿意问 只是在后面越来越多的争吵之后 把我的这只也摘了下来 一起放进了第一对对戒的盒子里 我合上盒子 把它放回了原位 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不需要带走 我拿了一些我平时常用的东西 其他的东西都没动 我抱着箱子 往外走 一眼都没有回头看这个 我曾经最爱的房子 临晚 承燕叫住了我 没了我 你还有地方可去吗 像你这种人 没亲人更没朋友 你要多找找自己的原因 四 不用你操心 我回头看了一眼承燕 琴琴站在她旁边 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错开他们的眼神 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这个房子 曾经我以为 这会是我一辈子的家 我看着箱子里的东西出神 我觉得 承燕真应该和我一起去看看医生 不然她怎么会不记得 以前她听完我以前的经历之后 把我搂得有多紧 她告诉我 只要她在 我就不会没有地方可去 只要她在 我就不会无家可归 只要她在 我就会永远有爱人 亲人和朋友 她说的没错 我确实没地方可以去 所以我离婚的时候 才会只要钱 我联系了一家 很好的私人医院 和疗养院 不出意外 我会在那边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 林小姐 你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时期 可能没有几个月可活了 我的主治医生低着头走进来 冷漠地给我宣派着死刑 晚晚 怎么会是你 刚刚冷漠的声音 瞬间变得惊恶 颤抖着 又透着几分不可置信 怎么能是你 我抬起头 才发现 我的主治医师居然是林凡 林凡是孤儿院的伙伴 也是在我认识程燕之前最好的朋友 我们都跟着院长姓 所以都姓林 后来 我和程燕联系得越来越频繁 林凡几次欲言又止 却只是叹着气 什么都不说 后来 听说他去了医学院 成绩优秀 再后来 我疲于应付婚姻 无暇再想起以前的事情 也和所有孤儿院的朋友 都失去了联系 晚晚 怎么回事 林凡 仔仔细细地 看着我的病理单 眼泪几乎控制不住 要掉下来 我从来没见过林凡这个样子 反过来安慰他 我没事的 真的没事 林凡看着我手忙脚乱的样子 落下一滴眼泪 他闭上眼睛 脸上看不出情绪 程燕呢 他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来医院 我扯开一个难看的微笑 不知道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想了想 可能再陪秦琴吧 他们快要结婚了 听着我的话 林凡的拳头逐渐捏紧 这个混蛋 怪我看走了眼 要是知道他现在变成这样 当年说什么 我也不会让你嫁给他 没事的 没事的 我干巴巴地安慰着他 谁能想到呢 曾经看起来那么爱我的程燕 会和我离婚 就算现在的我穿越回去 大声告诉十几年前的程燕 他大抵也只会痴笑一声 然后不屑地说 怎么可能 我拍拍林凡的肩膀 生老病死 都是人生常态 不过 我还算幸运 死之前 还能碰见以前最好的朋友 真好 我不用找别人 帮我收拾补灰了 我盯着林凡出神 不合时宜 想起我离开孤儿院的那天 那天林凡追出来 气喘吁吁地问我 你决定好了吗 我牵着程燕的手 满脸坚定地点头 决定好了 没想到到头来 还是需要麻烦林凡帮我料理后审 林凡不想放弃我 没日没夜地待在我的病房里 要么就是在看医书 要么就是在查资料 我坐在病床上 大多数时候都在睡觉 醒来的时候 我就看着林凡 她有时候 露出欣喜的表情 但接下来又会滴落下去 沮丧着抓着头发 在医院的日子 重复又单调 我住了一阵子 在某天突然收到 程燕的电话 我犹豫了几秒钟 还是摁下了接听 我怎么卧室里 还有那么多你的东西 回来拿走 程燕的声音里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 期待和袭击 直接丢掉吧 那些东西我都不要了 我努力回忆 上次在家里收拾的情况 对我来说 有用的东西 我都拿走了 剩下的你 直接丢掉就可以 丢掉 程燕沉默了好几秒 突然提高音量 对着我质问 我恩了一声 就听到程燕那边 瞬间挂断了电话 我翻了个白眼 把手机放在一旁 继续睡觉 病了之后 我总是格外的失睡 再次醒来的时候 零零散散的梦境 终于让我明白 程燕在气什么 我把程燕给我折的 1314个签纸盒 都留在了家里 我把程燕送给我的对戒 和结婚戒指 留在了家里 我把程燕在结婚 四周年的时候 给我做的纪念册 也留在了家里 只是我不懂 这些对我们而言 还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拿起手机 看见有18个未接通话 全都来自一个人 程燕 我想清除消息 程燕却刚好又打来一个电话 我一不小心按到了接听 你在哪儿 程燕的声音 出奇地温和 我把这些东西 给你送过去 我摁着抽筒的太阳穴 无奈地回答 我说过了 那些东西 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你直接扔掉就好了 程燕立马回到 平时怒不可遏的语气 她大声吵着我怒吼 林婉 你到底有没有心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看着手机屏幕冷笑 没有心的人 到底是谁 但我没想到 程燕居然会找到医院来 林凡平时不让我出门 但我总是趁着她被院长叫走 偷偷溜下楼透气 这天刚走一圈 就感觉身后有灼热的目光盯着我 我转过身闭上眼睛 熟练地认错 林凡 我错了 我不应该不听你的医嘱 随便下楼 见久久没有回应 我试探着睁开眼睛 看到的 却是程燕有些呆滞的脸 我瞬间收起笑容 转身就想往病房走回去 却被程燕轻轻地拉住了衣角 你真的生病了 她手指不停地颤抖 死死盯着我的脸 表情精彩分成 眼睛里透露着难以置信 我把衣服从她手里抽出来 淡淡地点了点头 是啊 这不正合你意吗 程燕久久没有说话 我皱起眉头 转身就想往回走 身后传来她虚无缥缈的声音 多久能治好 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没回头 背着她挥了挥手 我没想到 程燕会跟到病房来 我不耐烦地促起眉毛 不满地看着她 你到底想怎么样 程燕执拗地站在我的病床前面 晚晚 我是你唯一的家人 我能找医生治好你的 我看着天花板 扯出一个讽刺的笑容 程燕 你不是说没有我不配有家人 不配有朋友 不配有爱人吗 现在怎么屁点屁点跑上来说 自己是我的家人了 你配吗 你背着我和秦秦上床 你任由她伤害我 你频繁地和我提离婚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我的家人了 程燕脸色难看 不愿意接我的话 只是固执地重复 一遍又一遍 晚晚 我是你唯一的家人 我能找医生治好你的 现在我才是晚晚唯一的家人 林凡沉着脸色 大跨步地走进病房 挡在我和程燕的中间 她轻轻拍拍我的肩膀 然后把手臂放在后面 让我握着 我悬浮的一颗心 终于安定下来 程燕死死盯着 我握着林凡手臂的那只手 要是眼神可以杀死人 我想我和林凡 现在就立马化为灰烬 甚至我都不用让林凡 帮我处理骨灰了 我说呢 这么爽快的离婚 原来是旧亲人回来了 林婉 是不是因为你是孤儿 从小你爸爸妈妈就不爱你 所以是个男人你就想抓住 是个男人你都可以 林婉 你真够下贱的 六我只觉得浑身血液倒流 太阳穴秃秃的跳动 脑子里全是嗡嗡声 我想狠狠地给她一巴掌 只可惜我现在没有半点力气 啪 林凡替我打了下去 我看你才不是一般的下贱吧 不然怎么会再和婉婉结婚之后 又继续去和秦秦纠缠不清 恶心 滚出去 林凡喊来保安 推推嗓嗓地把程燕赶了出去 我疲惫地闭上眼睛 脑海里却不停地闪回着以前的画面 有时候是程燕小心翼翼地给我准备惊喜 却不小心被我发现的懊恼 有时候是婚前程燕总是吃醋我和林凡关系太好 却在婚后对我提出和秦秦越走越近 不予理睬 甚至说我无理取闹 有时候是我发着高烧 挣扎着打电话给程燕 希望她能回来照顾我的时候 却收到她和秦秦的亲密照片和短信 不好意思啊 阿燕现在没空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 满头大汗的挣扎 却怎么都醒不过来 突然 我感觉浑身都轻飘飘的 身体上的那些痛苦 突然全都烟消云散 我兴奋地活动了一下身体 连鞋子都没穿就往外跑 我跑到林凡的办公室 她的黑眼圈很重 却还是揉着眼睛 聚精会神地看着资料 林凡 林凡 你不用看资料了 你快看 我好了 我双手插腰 大声地朝着林凡高兴地大喊 但我却奇异地发现 林凡完全没有反应 似乎根本听不见我说话 我走上前去 想拍拍她的肩膀 却发现 我的手静止穿过了她的肩膀 我愣了几秒 跑回病房 我看见自己依然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看上去 似乎已经没有了生计 我 死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我只能呆呆地坐在床边愣神 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 我被护士的尖锐的惊叫声喊醒 我看着林凡走进来 不可置信地叹了叹我的鼻息 然后颤颤巍巍地后退了两步 怎么可能呢 昨天明明还好好的 我看着其他的医生涌进来 医院的负责人 知道我和林凡的关系 试图和林凡商量我的后事 却看到林凡眼神空洞 呆呆地看着我的遗体 我有些不忍心 想飘到外面去看看 却看到承烟面色不渝地 朝着我的病房走来 林凡 林凡 承烟还没发现 我的病房有些过于热闹地 占了太多医生 他挤进来 看着闭上眼睛的我问林凡 他睡着了 他死了 林凡的声音 抑制不住地颤抖着 我发现我出不去 我只能靠着我的身体 如果离得太远 就会感觉到阵阵晕血 所以现在 我待在我的房间 奇怪地看着承烟 他在干什么 他不用回去陪琴琴吗 他跑到外面的小卖部 买了一大堆的暖宝宝 然后躺到我的身边 不停地用暖宝宝贴近我的身体 晚晚 是不是觉得冷 我给你买了好多男宝宝 我帮你贴上好不好 我看着承烟 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手指不停地轻轻 抹扎着我的脸颊 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涌出来 一大颗一大颗地掉在我手背上 可我却根本没办法感受到 我面无表情地站在旁边 惺惺作态 现在抱着我有什么用 我已经死了 你再也见不到我 何必还要假惺惺地 装出一副很爱我的样子 有这个时间 不如多去陪陪你的情情 可惜的是 承烟听不见我说话 他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的脸 不知道他看了多久 从天亮看到天黑 七天彻底黑下来的那瞬间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手机手电筒的灯 然后反扣在床头 我看着他的这个动作 愣了几秒钟 我从小就怕黑 因为我被父母扔在孤儿院门口的那天 就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 他们头也不回地离开 任由我在背后大喊大叫 也不理睬 从小我就喜欢 把会发光的东西反扣在桌上 这样不仅可以有一丝光亮 也不会打扰到 和我同一个房间的其他小朋友 后来 成岩拉着我的手 陪我度过一个个黑夜 他最知道我怕黑 所以不管是多重要的会议或者工作 他都会在天黑之前赶回来陪在我身边 后来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忘了的呢 是从他和琴琴感情变好开始 他陪在琴琴身边的时间越来越长 也渐渐忘了 我怕黑 也许也没忘 只是不再重要了 我看着他坐起身 小心翼翼地给我盖好被子 又把我搂在怀里 琴琴拍着我的背哄着 晚晚不怕 我在呢 看着他这副魔症的样子 我一点都没觉得感动 只觉得可笑 之前 我一个人在家 那天电闪雷鸣 我怕到开着家里所有的灯 可是却停电了 我只好给他打电话 他接起来 不耐烦地跟我说 你都多大了还怕黑 我公司有事情走不开 你能不能懂事一点 公司有事情吗 但我明明听到了琴琴的声音 后来 我只能用老办法 把手机手电筒打开 反扣在床头柜上 我还记得 有一次半夜成眼回家 而我的手机刚好没电了 黑暗中他似乎想起来什么 你看你这不是不怕黑吗 没有我你明明也能行的 我没说话 怎么现在 他突然又想起 我怕黑了 我讥讽地看着承燕 真恶心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承燕抱着我的尸体 从早上待到了晚上 又从晚上躺到了早上 我看着琴琴打过来的54个电话 全部被误扰模式拦截 暗自付费 承燕看到琴琴的电话 一定急疯吗 到时候 他就能恢复正常了 阿燕 你在干什么 琴琴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病房门口 他手里的包掉落在地上 里面的纸张洒落开来 我八卦地凑过去看 居然是产检报告 我在陪婉婉 令我意外的是 承燕的言语冷冰冰 没有一丝感情 孩子你去打掉 费用我会补偿给你 你要是一意孤行响声 我会经父亲的抚养义务 但我没法陪伴你们 也不会陪伴你们 琴琴眼里蓄满了泪水 为什么 你明明已经爱上我了 不是吗 那天 那天你还抱着我说 你想要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孩子 承燕凉薄地看着她 开始 我只是觉得 婉婉没有我在乎她 那么在乎我 想让婉婉有点危机感 后来 我不知道 为什么就开始鬼使神差地忽略婉婉 也许这就是男人的劣根性吧 但我只爱过婉婉 至于你 只是一时的新鲜感罢了 那天晚上 我只是不小心把你认成了婉婉 我只想和婉婉有孩子 真恶心 我看着承燕 恬不知耻地说出冠冕堂皇的话 琴琴文言 突然扬起一个恶劣的笑容 是吗 那你曾经有过这个机会 她翻找到手机相册的某张照片 狠狠地摔在承燕面前 是我的运检报告 八曾经我和承燕 也有过一个孩子 是在我们频繁争吵的那段时间 我发现了这个小生命的存在 我欣喜若狂 认为这是挽救我们关系的绝佳机会 我在家里精心准备好了烛光晚餐 想等承燕回来 就立马告诉她 这个好消息的时候 却收到情情发来的照片 照片里 承燕赤身裸体 躺在同样不着寸吕的琴琴身边 琴琴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 晃得我眼睛直痛 我流产了 在医院 我打电话给承燕 她没接 所以直到现在 承燕也不知道 我们有过一个孩子 我看着承燕 从欣喜到震惊 从震惊到难以置信 又从难以置信 到悲痛万分 最后痛哭起来 真是死了 都不让我暗生 第三天 林凡终于带着医生来了 她知道我肯定不希望死后 还要跟承燕和清清纠缠不清 她也知道我希望能够安安静静地离开 只是承燕死活抱着我的尸体不放开 根本不让其他人碰我一下 你何必惺惺作态 死之前不珍惜 死之后反而装出一副深情的样子 林凡的眼睛红肿着 冷冷地看着承燕 承燕不说话 趁着所有人不注意 抱着我就往外跑 我的灵魂不得不跟着她一起往外飘 我看着她回到家 掏出我口袋里的手机 我的手机密码一向是那个 她熟悉地解开后开始翻看 我看着她 翻看着清清和我的通信记录 越往下翻 脸色越难看 清清在我面前和在她面前完全不一样 在她面前 清清优雅美丽又摆一摆顺 而在我面前 清清高高在上地向我展示着她拥有的一切 她从来都没看得起一个从孤儿院出来的人 直到我和承燕在一起 她才开始拿正眼看我 在短信里 她时而耀武扬威地向我炫耀 承燕对她的无微不至 时而居高临下地嘲笑我的怯懦无知 但最多的是威胁警告 快点离开承燕 十几年如一日 她也够坚持的 我本来就没安全感 长期的短信轰炸 让我心里感觉总是悬挂着一块大石头 所以在结婚第五年 承燕和晴晴的联系越来越多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短的时候 我心里虽然难受 却有一种石头放下的感觉 承燕的脸色变了又变 她冷静下来 乖乖地把我的遗体送到了殡仪馆 只是依然把变成骨灰的我带在身边 林凡来找过她很多次 却总是无奈而归 只好帮我收拾好其他的后事 然后给承燕发了一条长长的短信 承燕看完沉默了很久 我飘在承燕旁边 看着她搞垮了秦家的公司 看着她把秦琴逼上天台 看着她让整个秦家家毁人亡 她身上萦绕着一种我能看见的死心 我知道她活不长了 我心里对这个世界没什么留恋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林凡 她很好 虽然还是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 但好像慢慢振作起来了 我知道承燕也快要死了 我不想让她脏了我的轮回路 所以闭上眼睛 这次我要先走一步 不等你了 我们此生不复相见